黃熱病疫苗日益短缺之際,一項新的研究顯示 少劑量注射疫苗也有效果 巴西政府官員正在使用少劑量疫苗進行他們所稱的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接種,以壓制黃熱病蔓延 黃熱病是非洲、中南美洲等熱帶地區的一種病毒 通過蚊傳染的疾病,病情嚴重時會轉成黃毯甚至死亡 不過大多數病患者的症狀都是發燒、肌肉疼痛和嘔吐 江港民主共和國在2016年爆發大規模黃熱病 政府衛生官員為了防止黃熱病蔓延到首都金沙沙展開大規模的疫苗接種 目標是為760萬人接種黃熱病疫苗,結果導致疫苗供不應求 世界衛生組織對一些使用低劑量疫苗接種的案例進行了分析 建議為每個人五分之一劑量的疫苗接種 研究人員對接種低劑量疫苗的700多人的注射前和注射後 血量進行了比較,發現幾乎所有接受低劑量疫苗的人 都在體內產生足以防止被傳染的抗體